欢迎今天的日报重点 在YouTube上面直播已经开始拜托收看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 分享留言按赞记得订阅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好在礼拜六的大选激情之后呢 今天满满的还是政治方面的焦点呢 其中昨天请会看到新闻在国民党的检讨方面声音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消息看起 今天在这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头版二题 其实都有国民党的一些检讨声音 包括昨天国民党的青壮派呢 他们所开的第一枪 包括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游淑慧等人呢 他们宣布说青壮派设出改革三件 要求党主席吴敦毅请辞主席 还有请辞不分区立委 而另外在前面的这不分区立委吴思怀呢 也应该要请辞 要让这排第15的台南的议员谢龙健 能够顺利地地补 好 这次大选结果在政党票方面呢 国民党是13席的不分区立委 吴思怀排第四 那么在吴思怀如果辞不分区的话呢 排名第四的吴敦义会递捕上去 所以他们说吴敦义也应该要辞 让第15的谢龙健能够递捕上去 吴思怀昨天已经说了 说这卫战先祥不是他的作风 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不会辞职的 好 昨天这青壮派他们成立了一个加一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很多是呼应加一加一加一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 在国民党内呢 现在说中生代的接班呢 有没有机会做最强的在野党 中文时报说国民党的改革不能够只是含含而已 应该要更勇于承担 好 吴敦义现在大家说 你在那天的这个说法 说你要率整个的这个党务主管要所谓的总辞 不用说等到星期三的中常会来做决定 所以昨天就有人说 这吴敦义你要辞就马上辞 不要说又要到星期三来 这是临时大家嘛 如果吴敦义真的辞了党主席之后 到底谁有可能会当党主席呢 今天媒体有各种点名 像是说郝龙斌呢 他是最大的公约数 另外也有人说这朱立伦的机会也不错 还有这个比较点名的 年轻一点的像是这江启臣啦 蒋万安啦 今天在媒体当中也都有点名 中文时报间头版头条是 国民党青年要求下架九二共识 好 这说这个话说 国民党这次选得这么惨 两岸路线是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国民党青年部主任等人呢 就要求说是不是应该要调整 九二共识这个说法 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了啦 好 苏启啊 今天在联合报内容当中 其实有苏启的一个谈话 苏启就是说 从这次的选举结果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 以后的这个两岸之间的政策 其实就是黑白之争了 就是中共跟民进党之间的一个对峙 国民党在这个当中 几乎是已经没有角色了 好 在AIT的墨健点名 北京希望能够有所反省 自由时报说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墨健 被问到北京会如何回应 台湾的选举结果 墨健说 没有人能够预测北京会怎么回应 但是他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有所反省 好 看到蔡英文总统呢 他昨天的深夜的时候 他在脸书上面有一则推文了 那么在这个贴文当中 他特别强调说 这次台湾的选举 自己的获得连任 其实也是让全世界听到了台湾的声音 他并且特别喊话 说自己呢 这台湾已经守住了民主堡垒 那么香港的朋友 你们看到了吗 联邦金头半头条是蔡英文胜选之后呢 美国的猪牛会再扣关呢 因为墨健呢 他在华府受访谈到了 美台未来的经贸关系 他特别说呢 像美猪啊美牛的问题 现在需要解决哦 希望能够取得进展 好 墨健的谈话显示 是否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已经是蔡英文这第二任 未来四年没有办法回避 必须要好好来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在中文时报间的头版头条 还有大大的韩国瑜哦 主要是因为韩国瑜在今天呢 他在过去是请假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今天韩国瑜就要正式的消假上班了 而再回来之后呢 他要再拼市长的保卫战 再历经了这总统大选的惨书 不但是总统杀 立委杀 现在还面临到了这个罢免 在即哦 那么有可能会市长杀 就是三杀的一个局面 由于绿营操作说在五月要罢免 韩国瑜哦 他们还有市议会的开议期间是重叠的 所以这就变成说是 韩国瑜能不能够保住市长位子的一个 重要的生死门了 在韩国瑜今天消假上班之后呢 有蓝军就建议说必要的时候 高雄是否应该小内阁进行改组 好 之前这新闻局的王浅秋 他已经请辞去帮韩国瑜这边来助选 王浅秋自己已经强调说 他不会再回到高雄市府团队 那么潘恒旭呢 他在离开之后呢 现在应该也是不会回来的 好 那么今天在报纸当中 还有看到说 在礼拜六的败选之后呢 韩国瑜后来是临时取消了国际记者会 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中外媒体的扑空 那么这个消息昨天其实有些发酵 甚至有传出说 他取消了国际记者会 其实是包括跟家人李嘉峰 还有其他的一些竞选团队一起去吃锅 这个吃锅照片出来之后 当然对韩国瑜大家也会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 昨天韩国瑜是一天没有见人 他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卸票行程 而今天在中央时报特别提醒说 如果你接下来要罢免韩国瑜的话呢 会不会小心在高雄又会面临到再一次的撕裂呢 韩国瑜现在努力的就联合报说 是要凭有感施政 那么会不会在国民党现在的党务改革之后 韩国瑜出来选党主席呢 在韩正英强调说 韩国瑜现在面对的是如何将罢免案从危机变成转机 所以对于党主席呢 韩国瑜现在是没有别的想法 今天在联合报其实写的蛮值的 他们的直言及分析就说 当然韩国瑜你要特别留意 如果你这个时候又来参选党主席的话 恐怕会让自己再陷入信任危机当中 因为韩国瑜如果要选党主席 大概必须要几个条件 一个就是除非你当初是总统有赢 或者是小输 那么这两个结果呢 才可以证明说韩国瑜在党内跟国内的政治能量 不过这次韩国瑜是大输超过两百六十几万票 国民党在国会也没有过半 所以韩国瑜如果禁逐党魁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筹码 好在国民党当中算一下说头号战犯 被点名的是吴思怀吴敦毅 不过今天联合报也说 这韩国瑜其实要负的责任 有人说其实也是不小的 好那么今天联合报就分析说 这次在国民党尤其是在区域立委 一些派系的大挫败 像是云林引南已经全部是绿油油的了 钟张云执政的其中考也是不及格的 除了说这个韩国瑜呢 这边逼出了反韩票之外 另外就是这钟张云三个执政县市的 这县市长的其中考现在也是不及格的 好那么所以现在呢 蔡英文算是顺利的连任 而且他第二任的这个票数比第一任还多 的确是相当的不容易 蔡政府的挑战有什么呢 今天联合报就说 包括了劳保年改财务 健保的财务等等 这两个难关要注意 怎么说呢 因为劳保这个破产年限已经提前到2026年了 另外健保也有财务上的问题 这都是蔡政府第二任一定得要面对的问题 另外蔡英文的连任效应 昨天有传出说有国内的旅游业者呢 说啊接下来看来两岸大概不妙了啦 所以呢这个裁剪大陆的旅游部门呢 觉得说这大陆客来的机会应该不高咯 那么自由时报间内也则谈到说 民进党这次在总统票算选得非常的漂亮 去立委也选得不错 但是政党票方面其实是下滑的 这是民进党的一个警讯 党内人士就说如果不把人民的信任度给找回来 那么两年之后的县市长选举恐怕就会重演当初九合一的惨况 今天在自由时报的那页当中 其实说虽然民调早就被韩国语给盖牌了 但是民调露出的一些蔡英文的胜选端倪 包括蔡英文表态拒绝一国两制之后 她的支持度其实就是一路的往上走的 另外在苏贞昌会不会继续任格魁呢 说蔡英文选前一个月已经拜托过苏贞昌说 在520之后还要继续的拜托你 好在新国会的龙头站联合报分析说 当然这次民进党又在国会当中取得了再度过半 所以现在的所谓昆昌配 就是游席昌配现在的副院长蔡奇昌的昆昌配 角逐正副院长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不过党内有人支持民进党团总 招柯建民跟立委陈明文来绞逐院长 所以蔡英文的态度将是最后的关键 不过现在又是一党独大 这单独过半完全执政 联合报今天说着多数暴力 以后立法院还会看到 他们这样的一个橡皮图章了 在财经焦点方面 台股会上演卸票行情 首季挑战历史新高 两大财经报都说 资金归兑会报股好过年了 那么分析师呢 好几位分析师都说 现在这金属年开红盘 有机会是再创新高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过年了 报股过年 其实是个不错的一个主意 还有生生不惜央行 利手新台币 30块钱的一个防线 另外就是台积电的5奈米 良率突破了8成的好消息 这个礼拜有台积电的法说会 16号的法说会 台积电的股息上看 11块钱会拼新高 在人事焦点方面参谋总长 由谁来接任呢 现在黄树光 他是海军司令 那么另外一位是王姓龙 这是前陆军司令 现在是国防大学的校长 王姓龙 这两位的呼声是最高的 那么我就说呢 明天呢 沈一鸣等人的功绩之后 就会公布参谋总长的人事案了 对这个说法呢 国防部并没有进一步证实 而这八位空官呢 他们在明天就会出兵了 明天的整个队伍呢 他们会迎到前往二兵火化的时候呢 沿途会经过59个致敬点 而这样的规模也是 金国先生事实至今 最大规模的官方葬礼 好在自由时报谈到了说 跌破了18万人少子化家具 去年的出生人数是创9年来的新低 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 虎年又要报到了 出生人数恐怕还会再往下跌了 好这就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龄 明天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